它也有历史 中国航空舰现在正在成长 那么驱逐舰方面 日本也比中国强 因为它全是美国式的 中国也在成长 所以这些海军力量方面 都是此消彼长 双方不相上下 出于这么一个状态 现在还很难分化出来 我说十几年之后就开始拉开了 现在还是最后冲刺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是长跑短跑 最后冲刺冲线之前的那段时间 你分不出来 空军方面 空军方面 我们相对日本来讲 我们的优势太大了 战略红杂机 各种机种 战斗机的数量 比日本要明显 二炮它整个没有 好多人都喜欢把日本一个编队 和中国海军一个编队 拿到太平洋去 看谁能打过谁 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干嘛要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海军现在待在安全的地方 让二炮干不就完了吗 我让空军现在打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不能这么打架 对不对 我 score不定 是的 还要打出很多 我是队าง 哦 我很准竜 我是队